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人呢 想那么多干嘛呀 喜欢就去追 你不是你怎么能知道呢 对吧 对啊 我也觉得是 你大胆去追嘛 对不对 你说你丑 没那女生的眼瞎呢 谁能想到呢 对不对 就没有人能想到 皇上就独宠伟人 就爱我 我也没办法 这奇怪啊 皇上啊 视力挺好 就是心虾 实在追不到嘛 你还可以换另外一个 对不对 年轻人 记住啊 一心一意追一个人 要喜欢一个人就一辈子 脚踩两条船 一定没有好下场 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选而不好 求其次 心虾 其次 心虾 下一个 最近的时装发布会 衣服为什么是那样的 让人看不懂 哪样啊 你没看 就是那样的 我看看呢 哎呦 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是衣服吗 我还以为是亲手观音的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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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吗 真有意思 还有那脑子上顶个大炸栏 什么意思啊 怕被偷啊 哎呀 这都是时装会上的 还有生活中的 给你看大街上的 你看大街上 自己觉得美呢 就带着呗 你觉得美吗 我给你来一个 我要带 我得带大牡丹的 大牡丹 我这是牡丹 我想带孔雀 我那是凤凰 牡丹给你 凤凰也行 我能将就 下一道题 皇后娘娘 我是乡里的首富 最近乡里闹虫灾 乡亲们都闹着我捐款 每天堵我家门口 干扰我正常生活 虫灾又不是我知道的 凭什么我捐款 况且我家里吃喝 生意周转也需要钱 你穷你有理 他富必须捐 哪有这道理 不是 不是哪有这道理 那他家里有钱 那乡亲们闹虫灾了 他家里那么有钱 捐点 他家不会破款 捐点捐点 人家的钱 也是辛辛苦苦挣来的 人家的钱 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 跟你们没有关系 你这叫道德绑架 记住了 再说了 你让人家捐 你自己捐了吗 你捐了吗 我没有 你没捐 你跟人讲道理 我跟人讲道理怎么了 你干嘛呀 你每次都这样 你情有这样